现在讲解一下这个盒子的宽度变化 首先把这两个螺丝松掉这里 这两个螺丝 首先把这两个螺丝松掉 这里螺丝松掉之后 这个链条就可以移动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里 然后手拽这个链条 这样往右边移动 这个链条就变大了 你的盒子大 这里就调大一点 然后盒子小就调小一点 是用手拌动的 这里 看到没有 根据盒子的宽度来定位置 刚好夹紧 刚好夹的差不多 好 可以了 好 调好之后 这里就把这螺丝紧起来就可以了 好 这边 这边是同样的道理 也就是说这边 这边是同样的道理 只是说要分为两边 但是两边调法是一样的 这里有一个长槽的 这一个螺丝松掉 好 下面还有一个长槽 下面 两颗螺丝 上面一颗 下面一颗两个长槽的螺丝松掉之后 来 你示范一下 这个宽度就可以改变大小 吧 好